台湾电信业者的4G大战 从中华电信5月开台之后 就一直打得火热 那么现在继中华远传和台阁大之后 鼎星集团旗下的台湾之星 在今天宣布加入战局 一开台就有85%的覆盖率 主打的是月付599 竟然就能够4G吃到饱 不过达人说 这郭董领军的 这个接下来呢 马上要在年底开台了 想换4G的民众 不妨可以再等一等 请新董事长魏英娇 率领股东代表按钮启动 宣布台湾之星4G服务 正式开台 完了其他三家电信 两个月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T-Star推出最低月租费199 而且月付不到600元 就能在两年之内 享受4G吃到饱不减速 和电信三雄比一比 同样的价钱台阁大 一个月有1G的上限 穿过之后速度会降为 128KBPS 远传的上限是1.5G 不限速服务只提供到 9月低以前 中华电信如果选择 月付636元 上网流量最高 也差不多是1G 台湾之星的资费方案 可以说是目前 四家业者里 VP值最高 不过 郭董呢 他会在年底推出 就是正式推出他的4G 那其实在到时候 应该会有一个 就是真正的4G大战 会在那时候开始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T-Star的4G只有900的频段 有少部分的手机 是不支援的 想要升级4G的消费者 申办之前 一定要先向门市问清楚 保障自身权益 记者潘利勇 周婷宇 台北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